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再次奉你的名,在这里学习。 每次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得着益处。 因为你自己真理的言,能够胜过世上各样的艰难, 使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来在我们今生依靠你仰望你。 谢谢主给我们按时后,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 我们就再次求真理的灵,教导我们。 真理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开启我们的心灵的眼睛, 使我们看见你历法中的奇妙。 继续的施恩赐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同得着造就。 祷告仰望主,奉主生命而求。 Amen。 再次欢迎同学们回到真言书的课程。 我们打开真言书第一章。 今天我们要从第一章的第一节来开始思想。 那圣经说,以色列王大为儿子所罗门的真言。 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介绍了谁是所罗门的, 谁是所罗门,他怎么样领受了真言。 我们也讲到真言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比较, 也就是说他从现实生活的里面观察, 从神给他的智慧,他做出一些的比较之后, 写一些简短的字句, 那使我们容易记得,也容易明白, 来了解人生许多的真理。 那这些的真言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真言, 其实就好像我们常常所说的格言。 格言就是一些智慧话语的结晶, 用简单的话,却讲很深的道理。 那我们看到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 他讲到真言书的五个目的, 也就是为什么在当时候, 他要教导他自己的百姓真言, 那为什么他要让这些人明白, 主要的就有五个原因。 那这五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第二节说, 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晦, 这个晓得就是从不懂变成懂, 这个叫做晓得。 那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 我们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中, 都需要被教导, 如果没有被教导的话, 我们是不可能懂的。 那世界上很多的时候, 你看见我们都在学习, 从不懂到懂。 那比方说,一个人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对人体完全不了解, 但是慢慢的他被教导, 以后他不但了解人体, 而且了解人体的结构, 他就成为一个医生。 所以他本来是不懂的, 但是现在他被教导后, 他就懂了。 世上的学问是如此, 那智慧也是如此。 我们不会生来就有智慧的。 如果你读真言书, 你知道我们生来就是什么? 鱼蒙的。 那我们可以想象, 人如果没有父母的教导, 我们不可能生长。 一只猫生了出来之后, 母猫可能跑掉了, 这个小猫还可以活下去。 但是如果一个人被丢到荒野的地方, 母亲跑掉的话, 他一定会死。 所以你就可以看见, 我们需要被教导, 因为我们本来什么都不懂的。 所以这本书就是要教导我们智慧, 也就是当我们读真言书,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得着智慧。 所以我们上这一堂课, 目的也是什么? 也是要晓得智慧。 换句话说, 我们上完了这一堂课之后, 应该更有智慧。 这是应该的。 那么为什么后来会不会有智慧, 我们以后再谈。 但是至少我们的目的就是, 我们不懂本来懂, 很多事情都是如此。 所以真言的目的就是要教导我们晓得智慧。 第二呢, 他说分别通达的原理。 这是第二个目的是分辨。 分辨什么呢? 通达的原理。 什么是通达的原理? 今天人讲很多的话, 很多的大师出来教导, 不同的学说理论产生。 我们要分辨, 能够听得出, 能够知道哪一个是通达的原理。 什么是通达的原理? 就是行得通的, 做得到的, 有真理的, 有永恒性的, 有价值的, 这个通达的原理。 这是世界上, 不是每一个大师所讲的都可以听的。 我们看见很多的人教导, 但是有些人的教导是错误的, 有些人自称他自己是大师, 他讲的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世界上很多的哲学也是如此, 有些是符合智慧的, 有些是完全没有智慧的, 所以如果你不会分辨的话, 那是很危险的。 比方说我们生活的当中, 我们有很多心理学的研究, 那心理学大师常常发表他们个别的讲论, 有些是对的, 有些是不对的。 那最经常在教育界的里面, 或者教学的里面, 我们常常听说关于这个鞭打的问题, 也就是孩子到底要不要鞭打。 你可以常常在报纸上看到, 教育专家跟你说不要打孩子, 因为孩子会越打越笨, 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有人跟你讲说要打孩子, 因为孩子如果没有打的话, 不打不成财, 所以你还是要打。 所以这些大家都有大家的理论跟讲解, 那你怎么去分辨? 如果你不会分辨的话, 你就不知道到底要打还是不要打。 你是很气, 想要打, 但是你又想不能够打, 所以你就在那里很挣扎, 你不能分辨通达的原理, 但是如果你读真言, 你明白真言之后, 你就知道佛罗伊德所讲的, 跟所罗门所讲的, 哪一个是正确的。 也就是当佛罗伊德跟所罗门有冲突的时候, 你要接受谁, 你要领受谁, 也就是心理学跟圣经有冲突的时候, 你能够分辨得出来吗? 所以我们生活中, 很多的言论都需要去分辨。 有时候我看见很多人对一些风水大师的讲解很相信, 所以风水师讲什么, 他就这样的做, 但其实逻辑上这是很可笑的, 或者实际上的确是很多问题的, 但是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分辨呢? 就是因为没有这本圣经, 没有神的智慧, 当然也没有读过真言, 所以他不能分辨, 所以因此他就这样子的相信了。 所以你就明白, 读真言书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让你会怎么样? 分辨什么是通达的言理, 所以你至少不会以后有话就信, 你不会这样, 因为你会知道怎么分辨。 第三个目的就是使人处事, 领受智慧, 第三就是处事, 当时候所罗门要教导人懂得怎么样子处理事情, 处事需要精明, 处事需要能干, 能够把问题处理好。 我们生活中做事情面对许多的问题, 怎么处理问题? 问题有事情的问题, 问题有人事的问题, 有些事情容易处理, 但是有些人事很难处理, 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教导我们懂得怎样处事。 很多孩子从小到大在学校里面学什么? 学知识, 但是有没有学处事呢? 没有, 所以来到社会上办事情的时候, 就很多的问题产生, 我们懂得怎么处理吗? 所以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懂得怎样处事。 他说仁义公平正直, 也就是在整个办事的过程当中, 持守正直仁义跟公平。 特别是今天的世代, 我们被教导的就是你只要能够达到目的, 你只要有果效, 怎么做都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世界上要的就是成绩, 要的就是果效。 但是我们知道, 所罗门不要我们做一个这样的人, 他要我们做一个仁义公平正直, 同时又有果效的。 也就是你可以不用不择手段达到果效, 你照样可以有很有什么, 很有按真理, 很有正义, 很有公平, 仍然可以达到果效。 这就是这一本书要教导我们怎么处事的这个智慧, 第四要教导我们激发。 所以他说, 使愚人灵明, 然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 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 也就是这种激发我们学习。 当你读真言书了之后, 你慢慢明白智慧, 智慧本身有一个力量, 这个力量使你愿意学习, 它会激发你去学习, 它会激发你知道你自己不够, 还要再怎样不停地成长, 所以它有这个激发的目的, 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都在学习, 我们年轻的时候学习, 我们中年的时候学习, 我们老年的时候还在学习, 你怎样能够保持自己不老, 就是不停地学习, 你不停地学习就是不老, 如果你停止学习就老了, 不管你几岁, 如果你十八岁就停止学习, 你十八岁已经老了, 但是如果你八十一岁还在学习, 你就继续地怎样, 继续地年轻, 那这是我们看见圣经里面, 常常给我们这样子的激发, 智慧也叫激发我们怎样, 不停地增长学问, 我们在上个礼拜提到所罗门, 所罗门不断地有智慧, 他自己也有很多很多的学问, 那学问从哪里来, 学问就是要从学习当中来, 我们今天晚上也是学习, 我们打开主的话也是学习, 特别你信主之后, 你一生都要学习, 每个礼拜天你来到礼拜堂敬拜主, 神就教导我们是学习, 你在周间参加查经班, 那是学习, 你到神学院来上业课, 那是学习, 这个智慧激发我们怎样, 愿意来更多的学习, 想想看, 如果你没有信主, 你没有这种激发性, 你没有信主, 你没有神给我们的智慧, 事实上很多的学问, 一下子学了就完了, 那一下子学了就没有什么价值跟意义了, 但是我们因为信主, 我们知道神的话, 我们许多的宝贵的真理, 所以我们一生不停地在学习, 所以让我们在这个课程之后, 继续激发我们学习, 第五个方面就是领悟, 它说使人明白真言和比喻, 懂得智慧的言词和谜, 这个句话的意思的第五个方面, 就是讲到我们要领悟, 这里是比较深的, 这里是提到那些真言和比喻, 言词和谜, 也就是说一些比较深的东西, 我们可以有所领悟, 也就是说生活中有许多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些的领悟, 那这些领悟就是当有个人讲话的时候, 你要听到他的言外之音, 很多话他没有讲出来, 你要听见, 有些人写出来的时候, 他背后有他的目的, 你要能够顿悟, 你要能够知道, 那这叫做我们得着智慧, 所以有许多的时候, 很多人没有把事情讲清楚, 其实他含含糊糊讲, 不过他背后的意识你要领悟, 你能够领悟的话, 那就是表示你有另外一只眼睛, 那个叫第三只眼睛, 不过不是看见鬼的那种第三只眼睛, 乃是你能够看见平时的现象里面没有看到的, 你有第三个耳朵, 能够听见他背后没有讲出来, 但是这些所要讲的, 你很清楚他背后是什么, 这叫做顿悟, 这个叫做领悟, 所以你就可以看见智慧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属灵上我们也需要什么, 也就有所领悟, 我们为什么会信主, 其实这就是第一种领悟, 当你会信主, 会来到耶稣的面前, 你本身已经开始了这个属灵的领悟, 浪子为什么决定要回家, 那是因为他忽然间有一个领悟, 有一个觉悟, 那智慧的源头, 智慧的这个产生, 那就使我们有时候有所领悟, 所以你有领悟的话, 你就会明白更多, 一般上的人有时候不明白的事情, 所以你看真元书他写作的目的就是这样, 他要达到这五个目的, 我们今天上课, 我们要达到这五个目的, 所以我盼望我们小的智慧, 我们分辨言语, 我们处事公正, 我们激发学习, 最后我们领悟深奥的道理, 那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做到, 因为我们还有圣灵, 内住在我们里面, 给我们属灵上的觉醒跟教导, 那在讲完这个目的之后, 第七节他说,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以往人藐视智慧和训慧, 他先把整个人生智慧的要诀, 放在前面, 也就是他开宗明义, 整个智慧的基础是什么? 他说智慧的基础就是敬畏耶和华, 也就是这本书最高的, 要把你带到敬畏耶和华, 敬畏神, 那他提到他是知识的开端, 这个开端至少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开始, 我们知道一切的知识从神而来, 起初神创造天地, 如果神没有创造天地, 就没有知识, 如果神没有创造天地, 我们就无所可以研究的, 但是当神创造的天地, 他是一切的源头, 他是知识的源头, 而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是有知识, 我们一定要从敬畏神入门, 所以也就是当你会敬畏上帝的时候, 那才是真正的你懂的什么叫知识, 什么叫智慧, 所以今天我们不管学什么, 我们一定要先学会怎样敬畏上帝, 你要敬畏上帝, 你要认识他, 你要知道他, 你要爱他, 你要明白他, 所以因此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 就是一个智慧的开始, 你一生如果你什么都不懂, 你单单懂得敬畏上帝, 已经很足够了, 今天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你只有这个敬畏神的心, 那已经很足够了, 所以这就是知识一切的开始, 智慧的开始, 知识的开始, 都是什么, 敬畏耶和华, 那我们知道整个教义的基础, 是从基督徒开始产生的, 那基督徒教导家里的孩子的时候, 就是因为敬畏神, 所以产生教导, 你知道在美国的社会, 当他们移民到, 他们那批敬虔的人到了美洲之后, 他们开始要教导他们的孩子, 他们看重教义, 也就是因为他们敬畏神, 那他们当时候的教义怎么开始的呢, 他们要教导孩子, A,B,C, 对不对, 这是很最基本的幼稚园的, 我们今天是A for apple, B for boy, C for cat, 对吗, 那这样的教导, 他们以前不是, 他们用ABC, 不过他们说A是all have sinned, B, believe in the Lord Jesus Christ, C, confess your sins, and you will be forgiven, ABC, 以前的课本就是这样, 所以他不是A for apple, 他是A all have sinned, 众人都犯了罪, 那么B不是boy, 是believe in the Lord Jesus Christ, 是相信耶稣基督, C不是cat, C是confess your sins, and you will be forgiven, 你看见他们就用这样的课程, 这样的教材在教导, 因为他们很明白, 认识耶和华是什么, 知识的开端,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离开这个很远很远了, 我们今天可以A到Z, 没有God在里面, 那你就可以看见, 我们在人类的堕落之后, 对神的抗拒, 但是当你进迁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是一切知识的开始, 所以学会进迁, 就是学会知识, 就是一切的知识的根源, 那这个开端的第二个意思, 它是基础, 认识神是整个学习的基础, 你为什么要学习, 我要认识神, 你要从各个方面去认识神, 那神启示我们通过了这个普遍的启示, 也就是你可以看见宇宙万物来认识神,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特殊的启示, 这本圣经来认识神, 但是不管你读什么, 不管你做什么, 你一定要以敬畏神为基础,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学会很多的东西, 但是你不是以敬畏神为基础的话, 那不是真正的学问, 你今天做学问, 可以做得很深, 做得很广, 但是最重要的, 你的基础在哪里, 是不是敬畏神呢? 如果是的话, 那这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所罗门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写下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第三个意思, 这个开端就是, 它是最后要达到的目的, 也就是它是顶峰, 当你研究到一切, 研究到最后怎样, 你要回到神的面前, 今天你最高的成绩要带到什么, 神的面前, 所以今天你最学问的最高峰是什么, 就是认识神, 所以你应该越明白学问, 越有学问, 就越敬虔, 这是所罗门要教导我们的, 我们不是越有学问, 就越骄傲, 我们不是越有学问, 越忘记上帝, 我们不是越有学问, 越把神给丢弃了, 那很可惜的有些人, 他们演他们的学问的, 这个寻求的过程当中偏差了, 有时候你看这些青少年人, 他们在教会里面很热心, 他们读中学的时候很爱主, 那么以后慢慢的他长大了, 到大学里面去, 他接受了许多的这一些哲学的思想, 或者在大学里面他开始读更多的书了, 以后他到了研究院的时候, 最后他有在学问上有成就的时候, 他竟然把神给丢弃了, 那这是异昧的, 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 这不是我们真正找对这个学问的方向, 所以今天不管你多聪明, 不管你多了不起, 不管你读多少的书, 最后要把你带到什么神的面前来, 所以你问什么样的老师是最好的老师的, 就是他教了书之后, 给你看见神的那个老师是最好的, 如果一个老师教你到最后, 给你看见无神的那个老师是不好的, 但是今天好的老师能够被这个世界接受吗? 不能够, 因为这个世界本身是拒绝神的,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今天晓得智慧, 也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不管做到最后, 最后怎么样, 最终要回到神的面前来, 所以今天你可以告诉你的孩子, 你要读什么书都可以, 你要研究学问到多有多高深都可以,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一生要懂得敬畏上帝, 只要你会敬畏上帝, 那这就是你最高最大的学问, 那么在这里他对照欲望人, 藐视智慧和训慧, 在这里他用欲望人, 谁是欲望人呢? 欲望人就是藐视, 什么叫做藐视呢? 就是他否定神, 他否定神是智慧的源头, 他藐视智慧, 他否定神是训慧的源头, 我们在世界上只能够做两种人, 一种是敬畏耶和华的人, 一种是欲望人, 你要做哪一种人? 你要做哪一种人, 就是表明你的智慧到底有没有智慧,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他提到第七节, 就是整个真言书的根基, 整个人生智慧的基础, 就是敬畏耶和华这知识的开端, 那什么是敬畏耶和华呢? 敬畏耶和华就是你知道他是神, 他是那最高的神, 你带着尊敬, 带着慰藉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 那这个慰藉不是因为他很可怕, 这个慰藉是因为他很神圣, 这个慰藉是他是爱我的神, 我不愿意叫他难过, 我不愿意叫他伤心, 我不要叫他为我心碎的那一种态度来敬拜他, 这就是敬畏耶和华, 所以让我们整个人生有这种敬畏神的心, 这是基础, 第七节之后, 第八节他开始就讲到人生的第一课, 那他开始第八节说, 第八第九我们先一起读, 我儿要听你父亲的顺慧,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划官, 你向上的经验, 我们知道真言从一章第八节开始, 一直到第九章的结束, 就是一个父亲, 一个智慧的父亲在教导他的孩子, 就好像一个智慧的父亲把他的孩子拉到他的身边, 把他抱到膝头上, 慢慢地教导他, 告诉他许多的真理, 所以他一刻一刻的人生的功课在教导他, 因为他知道孩子是渔蒙的, 孩子是渔王的, 孩子是需要被教导才小的智慧的, 所以他就这样子的一刻一刻教导, 第一刻他要教导, 就是教导他最重要的, 最基础的, 就是听从, 要教导他听从, 所以他说, 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讯会,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从这几句话, 我们可以知道几件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就是, 家是人生智慧的学校, 今天孩子一出生的时候, 他先到哪里? 谁叫家里面来, 所以家庭是人类智慧的学校, 也就是我们盼望, 我们知道孩子必须在家里面先受到智慧的教导, 我们今天常常把孩子送到学校里面去学知识, 但是他们的智慧要在家里教的, 学校不会教他智慧, 我们要在家里教他智慧, 学校教他知识, 学校不会给他智慧, 我们的家里面要给他智慧, 为什么? 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先来到家里面, 你有没有今天在主角生的他, 明天就去小学报名呢? 没有, 你先把他报到家里面去, 他到几岁呢? 到六岁的时候, 你开始把他送到学校里面去, 但是这之前呢, 你是在家里教导他, 所以我们知道家庭是智慧学校的教导, 犹太人很清楚, 所以他们就在家里教导孩子智慧, 孩子在家里教导智慧, 教导什么时候呢? 教导他, 教导他成为智慧人为止, 也就是他在家里面教导智慧, 不是叫他到小学, 他去读书了, 哦,不是我的事情了, 学校的事情了, 不是我们一生在家里面学智慧, 父母,智慧的父母一生在家里面教导, 所以我们的孩子在家里面学什么? 学智慧, 我们今天不要把他颠倒过来, 我们今天常常把他颠倒的就是, 我们在家里教导他知识, 然后我们期望学校教导他智慧, 今天我们在家里教导他知识, 很多的人把学校的工作带到家里面来做, 有些事情给学校去做, 我们在家里教他什么? 智慧, 如果你在家里教他知识, 你就没有时间教他什么? 智慧, 如果你教他知识, 你就要通过知识教导他什么? 智慧, 但是你知道, 单单应付知识, 有很多时候你就忘记智慧, 因此在家里面让孩子很清楚的知道, 他们在家里面学什么? 学智慧, 所以我们要记得家里是学习的场所, 我们常常把他送到主日学里面去, 我们怕他们主入学教他, 是主日学会教他,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日学一个礼拜教他多久? 了不起两个小时, 有没有两个小时的主日学? 没有, 很多主日学半个钟头就结束了, 就算他在主日学受教导, 他每个礼拜这么一次够吗? 因此每一天他在家里面, 才是真正我们传达智慧的基础, 所以你看一个民族如果他要强盛, 这个观念一定很强, 就是生、养、育在家里面, 那个民族就很强, 如果这个民族只会生, 在家里不会养, 在家里也不会育, 这个民族一定很软弱的, 所以犹太人很强大, 因为他们的家庭教育他们很看重, 华人的知识上很进步, 因为华人也很注重什么? 家庭教育,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是圣经的智慧, 所以因此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要看见的是父母是智慧学校的老师, 你看去他说, 我儿要听从你父亲的训绘,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谁是老师? 不是菲律宾女佣是老师? 谁是老师? 不是你请来的补习老师是老师? 谁是老师? 老师不是其他的人老师, 就是父亲, 还有母亲, 注意读啊, 父亲, 还有母亲, 今天我们常常父亲去做工, 母亲在家里照顾孩子, 所以父亲不管教的, 教的全部给母亲去教, 是不是? 这是一般上的模式, 但是时代改变了, 父亲去做工, 母亲也去做工了, 两个都出去做工, 谁来教? 工人来教, 菲律宾女佣来教, 如果他教得好, 他还会学着菲律宾英语, 对不对? 但是他能够教他智慧吗? 不能够教他智慧, 但是我们常常看见, 因为这个社会的要求很大, 我们说我们很难, 但是如果你能够两个都去做工, 但是可以教导孩子吗? 可以, 你一定要把他看重是教导孩子, 我要智慧, 所以父母去做工不是问题, 问题是父母有没有继续在家里面教导智慧, 所以因此父亲有责任, 母亲有责任, 他们是智慧的老师, 那怎么教? 我们知道, 生教, 你身体的榜样就是一个教导, 所以他们看着你, 孩子从小看着父母, 你要做一个智慧的父母, 所以父母就孩子看父母亲的榜样, 他们学习, 他们讲话神态都是一样的, 你骂人他也骂人, 你骂出话他也骂出话, 你如果会打人他也会打人的, 因为他看着你的样子学的, 他是模拟, 他是模仿来着, 所以孩子跟你很相像, 所以有时候你很生气, 你孩子脾气怎么讲, 后来你每次都讲, 他跟我一样, 对不对? 因为他跟我一样脾气坏, 他为什么会有脾气坏? 就是你脾气坏, 他脾气就坏了, 所以生教是我们很重要的, 我们整天的生活里面, 其实我们以为孩子不知道, 孩子知道, 你一吃饭完后就回到家, 就开电视, 就坐在那边看电视, 他以后学校回来, 也是吃饭完后就看电视的, 你让他跟着你的, 所以这是生教, 还有言教, 言教是讲话, 我们讲话的态度, 我们讲话是不是有这个, 也合理, 有那种, 有没有这个圣徒的这一个言行, 他也在听这叫言教, 你用口教导他, 告诉他这个可以, 那个不可以, 这个应该做, 那个不应该做, 这是言教, 还有生活的教导, 也就是在生活的里面, 你怎么生活, 你生活的有信心, 有信靠, 还是你生活的恐惧交流中, 他都很清楚, 你生活在爱的里面, 他知道, 你生活的里面有恩识, 他知道, 你生活里面有诚实与佛吗, 他都知道, 这个叫做生活, 另外, 生命的影响, 他看见你是一个敬迁的父母, 他看见你是一个智慧的父母, 他看见你的整个生命产生的力量, 这些都在引导, 所以我们需要做智慧的父母, 所以当你读圣耶稣的时候, 你就知道父母的责任是很重要的, 因为智慧的父母, 需要成为孩子的老师, 第三, 我们看见孩子要学什么, 孩子要学习听从父母, 父母要有智慧, 孩子要怎样, 孩子要听从谁, 要听你父亲的讯会,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你看这是人生的第一课, 人生的第一课就是学什么, 听从父母, 听从智慧的父母, 因为我们今天看见, 在伊甸圆人类的第一个失败就是什么, 我们听出了问题, 我们该听的没有听, 我们且听的不该听, 神的教导我们没有听, 我们且听了魔鬼的谎言, 神的命令我们没有听, 我们且听了蛇的这一个欺骗, 你就看见人类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听方面失落, 所以孩子当他生出来的时候, 第一件要教导他什么, 听从父母, 听然后从, 我们要知道父母不会害孩子, 这是最基本的假设, 一个智慧的父母不会害他的孩子, 所以孩子一定要学会听从父母, 这个父亲是一个智慧的父亲, 我们的天父是一个智慧的天父, 所以圣经这一本书是神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要学会什么, 听, 你会听从父母, 这是你一生最重要的学习,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们看到很多的问题儿童, 你去追求, 追他的背后的眼睛, 一定是从不听从开始, 我们看见问题的少年, 你追回他最早的家庭生活, 一定是不懂得听从父母, 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听从在智慧的里面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第一课要学什么, 听从, 听了之后顺从, 听谁的, 听智慧的父母, 听什么, 听他们的顺慧, 听了之后怎样, 服从, 你这个功课学会的话, 基本上所有的功课都学会了, 这是最智慧的开始, 你会听从, 你就会学习, 所以你看我们用很长的时间在听从, 你在学校里面听从, 你在社会里面听从, 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教导孩子的, 从小他要听从父母, 所以如果我们不是智慧的父母, 求主给我们智慧, 如果我们没有智慧, 那在神的面前求智慧, 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父母, 那你说我现在已经七十岁了, 还有智慧父母可以做吗, 你有你的下一辈, 你可能做祖父了, 你可能做祖母了, 你是什么, 你是智慧的父母,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智慧的父母,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影响, 可以影响, 可以教导的, 所以这是我们看见, 孩子第一件要是学什么, 学这个教导, 然后最第四方面, 我们看见的就是, 整个教导的里面, 当然要教导敬畏神, 一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敬畏上帝, 所以我们看到敬畏神是基督徒家庭的课程, 敬畏神是基督徒家庭的最重要的功课, 我们教导孩子敬畏父母, 敬畏我们的神, 我们看到这是第十方面, 第五方面就是第十节, 第九节, 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 你向上的经验, 这是讲到一个孩子如果听从父母的话, 他的回报是什么, 回报就是华冠, 这个华冠是古代社会的成就, 成就带上什么, 华冠, 成功的象征带上华冠, 那向上的经验在就业的时候所代表的是荣耀, 富足, 那这些都是讲到他的前面的道路, 如果他懂听从父母, 他一定会有所成就,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见, 一个孩子如果小时候听父母, 他去学校会听什么, 听老师的, 以后他长大了会进到社会会听什么, 会听有权柄的, 他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你再想想看, 很多人小时候不听从父母, 去学校就不会听什么, 不会听老师的, 长大后就不会听有权柄的, 最后怎样, 就会违背, 违抗权柄, 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青少年犯罪, 或者人犯罪之后, 需要到监牢里面去歧视, 最归根究底就是什么, 听从, 另外我们看见父母怎么教导孩子, 他说我儿, 要听从你父亲的交信, 这个我儿, 这个称呼就表示, 父亲跟孩子建立的关系, 是亲密的关系, 你要教导孩子, 一定有那个关系的亲密, 我儿, 你怎么叫你的孩子, 混蛋小子来, 是吗, 你这个臭小子, 很多家里很不客气的骂孩子, 臭小子, 这个小鬼什么都叫了, 但是你看这个父亲叫我儿, 这个我儿就表示那个关系的建立, 爱的关系, 所以一个家庭, 在智慧书的里面告诉我们, 就是智慧的场所,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今天站在孩子的角度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听从, 好了, 你进到教会里面来, 第一课学什么, 学听从, 今天教会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有问题, 听从出了问题, 今天为什么有时候属灵会出问题, 也是听从出问题, 所以你明白了这个智慧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我要什么, 听从, 你记得耶稣讲完登山宝训之后, 的总结是什么, 你们听见这句话就去什么, 去行的, 你们听见这句话, 如果不去行的, 你看见回到最基本的根基, 就是听从, 其实我们都在听从, 只是我们听谁的, 很多时候我们听的是没有智慧的, 我们听的是那一些邪恶的, 那一些错误的, 但是我们却对正确的, 真正应该听的, 我们没有听, 所以让我们学这个人生的第一个功课, 听从父神的教导, 听从整本圣经的教导, 你学会这个听从, 你的生命就丰盛, 你就会经历在人生的道路上面, 怎样得着智慧, 这是人生的第一课, 人生的第二课, 第十节他说, 他就开始教导他, 从第十节一直到结束, 都在教导这个孩子, 人生第二课, 他说我儿, 恶人若隐有你, 你不可随从, 那在这里他要教导他, 在消极的方面, 就是不要拒绝恶人的邀请, 也就是他教导他的孩子, 你去到世界上的时候, 你会面对人给你的引诱, 所以他说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呢? 他这里提到恶人, 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完美, 我们常常看见这是智慧的父母, 他一开始就说恶人, 你看他没有把最美的东西放在前面, 他没有教他美丽的东西, 他先教他邪恶的东西, 恶人, 我们人常常喜欢把恶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挪掉, 所以你看见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人教导孩子, 是要把他生命中很多的恶拿掉, 给他很完美, 那我告诉你, 我们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孩子, 这个世界不完美, 今天如果你想我们开办一个教会学校, 他们来都是基督徒, 孩子从小, 小学幼稚圆在哪里? 在教会里面都是基督徒, 然后来到小学都是基督徒, 然后来到中学都是基督徒, 然后来到高中都是基督徒, 然后来到大学都是基督徒, 然后去到社会都是基督徒, 可能吗? 可能, 有千夕年就可能, 对吗? 但是今天是不可能, 今天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换句话说, 他开始的时候就要面对什么, 面对这个世界有恶人, 我们要教导他怎么样能够面对恶人, 而不是怎么样, 而不是制造一个没有恶人的环境,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当然, 我们不要把它放在很邪恶, 他还不能够应付的时候, 但是幼稚园会很邪恶吗? 幼稚园孩子就是打来打去, 打来打去, 对吗? 他打人家一拳, 人家要打他一拳, 对吗? 以后他打人家一拳, 因为你在家里叫他不可以打人, 他就给人家打, 打了几次之后他一定会打人, 他罪性被激发, 对吗? 这就是成长, 那么他回来的时候, 你再教导他, 他就开始学了, 而不是去把他, 这里有这个恶人, 我们给你换在一个学校里面没有恶人, 所以今天很可悲的就是有一些的观念, 在信徒的当中, 你把你的学家孩子从正规的学校带出来, 因为你说你要给他一个基督处的环境, 这是离开这个智慧父母的教导的原则, 所以告诉我们的孩子, 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 这个世界有恶人, 你在家里面的情况不是正常的情况, 所以有一次我的孩子上小学的时候, 第一天他回来的时候, 他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我发现到原来我只有我一个是基督徒, 我说你这个发现是正确的, 你要明白他从小都是在主的学, 你都是基督徒, 家里都是基督徒, 朋友都是基督徒, 今天他去学校的时候发现他, 人家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 你讲耶稣他根本不踩你, 他才知道, 因为他只有他一个是基督徒, 我说是, 我说现在你一个是基督徒, 你还要不要做基督徒, 你还要不要为主而活, 那这就是开始, 所以你看到他说恶人若隐有你,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世界, 怎么样呢? 你不可随从, 就是教导他人生的第二个功课, 要抗拒恶人, 在这里他提到隐用, 他提到恶人的隐用, 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他主要的要教导他, 虽然世界上有邪恶, 不过你要懂得交朋友, 你要懂得什么可以跟, 什么不可以跟, 因为你的朋友会决定你人生的方向, 你的朋友会决定你人生的素质, 所以你要很小心, 他特别提到恶人的特性, 他说一般上, 我们知道孩子在成长, 很喜欢交朋友, 一般上这个隐用的意思就是, 坏朋友比好朋友更可爱, 那为什么坏朋友比好朋友更可爱呢? 因为通常坏朋友很主动的, 你懂吗? 坏朋友他很主动要找朋友, 他会隐用, 隐用就是主动, 他要找人做伴, 我们坏朋友很会主动来跟你交朋友的, 好朋友很多都是乖乖仔的, 每个都是杜散其身的, 对吗? 很少厌力交朋友的, 每个都是很胖, 你也胖, 我也胖, 但是坏朋友不会, 坏朋友说, 他很快就来了, 很主动的, 所以你的孩子很容易受坏朋友的影响, 因为这是天性的, 天性, 人就是这样, 他要营诱的时候他会主动, 还有坏朋友比较刺激, 他们有很多玩的点子, 你懂吗? 他们有很多玩的方法, 而且他很符合你犯罪的性情, 所以他们很喜欢, 他们很刺激的, 因为好的朋友没有那么刺激, 因为我们好的朋友谈的东西, 都是有点抗拒我们本性的, 你不相信我们好朋友谈一下, 你不可以这样, 你做救赎那你可以这样, 我就是喜欢这样的, 不可以, 你就可以, 我们的违背我们天性, 但是坏朋友喜欢刺激你, 给你什么, 按照你的天性, 你看下去, 他说, 他们若说你, 以我们同气, 我们要埋伏流人的血, 要敦覆害无罪的人, 这个是符合天性的, 今天一群的青少年, 如果你在晚上出门的时候, 看到一群的青少年, 嘻哈哈的在路边, 十多个坐在那边, 你会敢走过去吗? 我劝你还是过马路, 走另外一边比较好, 如果你走过去的时候, 有时候你只是好奇, 看他一眼, 他说你瞪我, 莫名其妙, 什么时候等他, 他就会过来怎样, 打你, 你在报纸上读到很多这样的新闻, 有一个孩子到, 参加一个新年的庆祝后回家, 就在路上看见一群的少年人, 他走过他前面, 结果把他打到怎样, 那群人就把他打, 打到怎样, 打到昏迷, 这样的事情层次不穷, 因为这些少年纠纵的时候, 他们喜欢玩, 他们很多的刺激的东西, 所以当人性玩了很多的东西之后, 他们想新的东西来玩, 其中包括就是纠纵打架,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常常喜欢那些坏的朋友, 因为他们很多玩的点子, 其实你很多青少年的孩子都知道, 他明知道这些人不可以跟他们交往, 但是他总是感觉这些人比较好玩, 是, 这就是拥有的特性, 所以他说, 符合你的罪性跟人的犯罪的罪性是相吻合的, 孩子不喜欢见到父母, 因为父母看到孩子, 功课做了没有, 对吗? 今天有没有读这个, 今天没有读那个, 但是他碰到他的坏朋友不是这样, 去玩了, 哇, 那个computer game新的, 你有看到吗? 没有, 我见你看, 哇, 他就很符合, 你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回来, 你问他说, 你知道那个computer game吗? 他会吓了一跳, 然后你说我带你去买, 他立刻阴倒, 因为我们不会符合他的罪性, 我们知道这是不对, 但是坏朋友不是这样, 坏朋友符合他的罪性, 另外坏朋友会怎么样呢? 他们会制造那种权势跟地位, 你看到第十二节, 我们好像阴间, 把他们活活地吞下, 他们如同下看的人, 被我们欧伦吞了, 坏朋友很会制造这种权势, 因为他们很喜欢权势, 他们知道这个是什么, 在这里我们有权势, 我们好像有地位, 我们可以做好像阴间, 我们阴间把这些人吞下了, 他们有一种好像伟大的那一种情况, 所以为什么在坏朋友的当中, 会有不同的等级的? 人都喜欢做大哥大, 对不对? 但是你在家里面, 有没有机会做大哥大? 没有。 你在你的朋友的圈子, 可以做大哥大吗? 不可以。 你还要谦卑做仆人, 对不对? 但是他们在这种权势的里面, 他们就做大哥了, 这个人讲话, 大家就听了权势, 以后你跟他久了, 你变成二哥了, 你变成三哥, 后面进来的就变成小弟了, 有那种权势的地位, 给他青少年有那种满足感, 认同身份跟尊重。 很多情况我们对孩子都, 孩子会感觉到好像不被尊重,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 他们有一种被尊重, 被认同, 有身份的感觉。 另外他说, 这个坏的朋友怎样, 他们喜欢给他满足物质上的满足, 十三节, 我们必得各样的宝物, 将所掳来的装满房物。 你看见, 我们可以物质上的满足, 他们做一些坏的事情, 可以偷抢骗, 或者不道德的事情, 以后他们有钱, 有钱就这样, 买东西, 然后就吃喝完了, 这是很虚假的生命, 但是在这些人的当中, 他们物质上, 就是物质上的, 特别在青少年的阶段, 他可能家里没有给他这么多钱, 但是这些坏朋友在一起, 可以给他吃喝玩乐, 给他钱, 用什么单用不道德的方法赚钱, 不过对孩子来讲, 吃喝玩乐比道德更重要, 所以就这样的一步一步, 被引到物质的生活的里面去, 那为得到这些东西, 他出卖自己, 年轻人出卖他的武力, 男人, 女人, 年轻女孩子就出卖他的身体, 我要换取什么, 在现实的物质上的需要, 所以你看见这里提得很清楚, 将所如来的装满房屋, 第十世界, 你与我们大家同分, 我们共用一个人带, 他们讲得很有义气, 对吗? 吹息义气, 共用同分, 一起生, 一起死, 你的死就是我的死, 得罪你就是得罪我, 那种同生同死, 有钱大家花, 有苦大家当, 他们就很喜欢这样的讲法, 这是真吗? 当你有智慧的时候, 你就知道不真, 有钱一起花, 真的有钱是不会一起花的, 有苦一起当, 也不一定不会的, 有苦更不会当的, 这是在江湖上常常常讲义气, 你看电影, 电影讲义气, 对吗? 插血为门, 流血, 我们生死于共, 但是这是违背罪性的, 有人在警察机里面坐警察, 他会在监牢里面坐当官, 坐警察就会告诉你, 当这些在黑道的里面被抓进去的时候, 他们要逼宫的时候, 逼宫的时候, 他在外面的时候常常说, 我打死都不会讲的, 好, 好, 我给各位说, 怕死都不会讲, 对吗? 这是以前很流行的, 打死都不会讲的, 去到监牢里面的时候, 真的吗? 你们那些警察, 警察说假的, 很多还没有打就全部讲出来了, 没有这回事, 但是少年的心智不知道, 当警察来的时候, 坐鸟受散, 你跑得快你就跑掉, 你跑不快你就给警察抓了, 没有人会拉着你跑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 所以在这里, 这个做爸爸的告诉孩子, 你要懂得交朋友,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你会面对引诱, 当你面对引诱的时候, 最底线就是什么, 不要随从他们, 为什么呢? 他说, 因为你看到第十五节我儿, 不由于他们同行一道, 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 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了, 他们急速流人的血, 他们说做的都是不好的, 那结果是什么, 好像飞鸟, 网罗射在眼前, 人不躲避, 他就告诉他, 这些人他们所做, 他不知道其实是危险的, 是玩命的, 就好像一只鸟儿, 前面有一个网罗, 他没有看见, 他就会被这个网罗做主, 为什么这只鸟儿没有看见, 他在形容这些人作恶的时候, 好像这只鸟儿, 为什么没有看见, 很简单的原因, 他们没有看见, 他们无知, 好像鸟无知, 鸟分辨不出网罗的目的是什么, 还有鸟, 很多时候, 如果人好像这只鸟儿, 不相信, 他不相信, 他会落在网里面, 另外他自大, 哪里有可能, 我哪里会可能被抓到的, 当然贪婪的力量很大, 使他不顾一切, 但是最终进到网罗里面, 所以我们讲一句话, 天网灰灰, 殊而不漏, 你不可能逃过这个天网, 但是人总是相信, 我有办法胜过, 我有办法, 最坏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青少年人的心态不理解, 所以这个做爸爸的教导他, 不要做傻事, 这是很愚昧的事情, 然后十八节说, 这些人埋伏, 是为自流己血, 敦付是为自害己命, 怎么意思, 就是他们的戒机是悲惨的, 要么他们就是生命的损失, 不然就是青春的赏识, 自流己, 自以血, 自害己命, 都是自己受到生命的威胁, 自己的生命白白的浪费, 所以你看很多青少年人, 在帮派的里面, 在黑社会的当中, 他们有些死了, 有些残废了, 有些在各样的艰难当中, 最少的就是青春丧失, 有些人在十多岁的时候, 在这样的圈子里面, 等到他真正明白顿悟的时候, 可能三十岁, 可能四十岁, 如果神怜悯他, 给他四十岁的转回来的时候, 已经算是上帝很大的恩典, 他前面几十年是什么, 是丧失的, 是浪费的, 所以十多岁的孩子, 很多的时候一生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 丧失了, 所以年轻人, 你的日子越长的, 你越需要, 不要, 也要注意, 不要让你的生命被罪恶所吞吃, 这个父亲说, 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 这贪恋的心乃堕去得财者的命。 这句话只对青少年人讲吗? 不是, 其实他也对我们这些大人的世界讲, 因为大人的世界也充满了什么? 赢有。 我们对赢有的抗拒的方法就是不可随从, 就是这四个字, 你听就对了, 不可随从, 你不要问为什么, 不可随从, 你要常常记得不可随从, 这个世界有什么隐忧? 有色诱, 有利诱, 有名诱, 有权势的隐忧, 隐忧很难抵挡的, 你唯一的就是不要随从, 不要跟了, 你跟下去就是, 结果就是很可悲, 你就好像网罗把你抓住了,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智慧。 所以人生的第二个功课, 不要随从邪恶的事情。 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引用, 特别在这个危机的时刻, 有更多的引用, 你要自己知道不能够随从, 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基本的原则, 人很多时候好像温度计, 温度计就是跟着外面的温度, 外面如果热, 温度计就上升, 外面冷, 温度计就下降, 温度计的本身不能够决定外面的温度, 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 外面好, 我们就好, 外面邪恶, 我们就写啊, 这不是智慧的人生, 智慧的人生要降恒温期, 恒温期就是你决定温度, 就好像冷气的恒温期, 我们调16度, 整个外面的环境就跟着慢慢降到16度, 是他决定外在的温度, 我们看见智慧的人是决定外在, 而不是被外在决定, 耶稣来到世界上, 耶稣是智慧人, 耶稣是恒温期, 耶稣是决定外面, 不是外面决定他, 耶稣在世界上跟人交往的时候, 他跟这些罪人生活在一起, 他自己是不犯罪的, 我们看见他决定外面的环境,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是光之言, 我们要决定外面, 而不是让外面来决定, 这是智慧, 所以这是人生智慧方面, 我们需要学习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在前半段讲了, 不要跟从恶人之后半段, 他继续教导, 他同一个智慧里面, 他说积极的方面, 我们要怎样, 我们要听智慧的管教, 所以他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 在宽阔处发声, 在热闹街头喊叫, 在城门口, 在城中发出言理, 这个时候智慧被形容好像一个人, 这个人就在外面怎样, 在街市上呼喊, 在广阔处发声, 在热闹街头喊叫, 在城门口, 在城中发出言理, 要说明什么, 要说明智慧不是隐藏的, 神告诉我们智慧不是隐藏的, 智慧不是沉默的, 他讲话, 智慧不是被动的, 他主动, 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你尝试把智慧换成耶稣, 因为耶稣是智慧, 你就更容易明白, 如果你把他换成耶稣的时候, 耶稣在街市上呼喊, 耶稣在旷阔处发声, 在热闹街头喊叫, 在城门口, 在城中发出言理, 所以你看见, 耶稣来到世界上, 叫世界上的人怎样, 悔改吧, 天国进来,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 告诉我们, 今天神恩在世界上的人, 神灯燃用他的仆人们在世界各地, 在每一个时代宣告神的真理, 宣告上帝的真道, 所以我们不要说没有智慧, 有, 很多的时候智慧在呼喊, 但是你怎样, 你不听, 他说, 你们欲昧人喜爱欲昧, 欲昧人喜爱欲昧, 欲晚人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 这里提到三种人, 一种人叫做愚昧人, 在真言书, 每次用愚昧人的都是跟道德有关系, 也就是他在道德上是愚昧的, 什么叫道德上愚昧的? 他专选做那些不道德的事情, 那是愚昧人, 偷抢骗, 用计谋, 谎言, 这些都是愚昧人, 谢慢人都是自我很大的, 谢慢人都是那一些, 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很骄傲, 高傲的, 在圣经叫做谢慢人, 于完人是那些明知故犯, 他明明知道他有知识, 他不是没有知识, 他知道你讲, 他知道他偏偏不要的, 是叫愚昧人恨恶之事, 我们碰过这种这些人吗? 碰过, 有些人专门在道德上过败坏的生活, 有些人专门以自我为中心, 完全过一个顽梗的生活, 又有一些人, 他明明知道, 却不要顺从的, 这三种人, 这三种人听不见智慧的声音, 我们不要做这三种人, 那怎么决定你是不是这三种人呢? 等一下回来之后你就知道了, 好,